意大利南部小鎮加爾多的聖喬瓦尼 有山區美景跟古樸的中世紀風情 但是人也稀少 向來就不是知名的旅遊目的地 但為了要提高能見度 當地今年夏天就推出了民宿 免費住宿大優惠 逆勢吸引了大量遊客申請 也為後疫情時代發展慢活 遠離塵銷的休閒旅遊 打上前手 打開窗戶迎接晨光 一面高低起伏的秋陵景色 讓人心曠神怡 來自意大利北部四個閨蜜一起出遊 在免費入住的民宿裡悠閒吃早餐 對這個度假地點非常滿意 加爾多的聖喬瓦尼這個小山城 位在意大利中南部的莫利塞大區 距離羅馬約兩個小時車程 被紐約時報選入二零二零年五十二個 必去的旅遊名單 但這裡就算在國內都沒什麼知名度 遊客稀少 當地文化協會 今年夏天跟師傅合作 從七月到十月之間 大膽推出四十組 免費住宿一個星期的優惠方案 預計招待兩百五十個外地人 只要不是莫利塞大區居民 在當地沒有親友或者房產就可以申請 越遠的人越優先 訊息上網造成轟動 全球的旅客爭相預約 名額很快就訂滿了 住著饒富中世紀風情的石頭屋民宿 白天在丘陵綠地践行 到山頭神廟遺跡前歇歇腳 迎風享受超廣角視野 再回頭逛逛市區的中世紀 狹窄巷弄與建築 聽導遊講解當時的生活 晚上享用在地招牌煮牛肉 還能欣賞傳統舞蹈與藝文活動 獲得招待的遊客 完全不用擔心民宿與水電清潔費用 只要自付基本餐飲跟交通費 就能輕鬆享受假期 去過的人幾乎都愛上了 這個過去一無所知的地方 很多餐廳都很滿 有人在街上 所以有希望看到 我們在國家的國家 看到我們幾乎 我們看到有新人 所以這件事很不錯 加爾多的聖喬瓦尼 跟周邊城鎮一樣 都面臨經濟停滯 年輕人口大量外移的困境 目前當地只剩下 五百三十九個居民 酒吧裡都是熟面孔顧客 寧靜沉悶 不過隨著新冠病毒疫情來襲 社交距離需求大增 人潮不密集 更人性化的服務於旅遊品質 反而成為鄉間小鎮的優勢 疫情陰霾下傳統旅遊歸零 全意大利旅遊業今年預計損失百分之四十四的遊客 但卻為僻靜的小山城帶來另類利基 加爾多聖喬瓦尼的計劃先測試水溫 希望明年擴及莫利塞大區其他沒有住宿設施的小鎮 這些地方有數百間房屋都已經空置多年 正是活化在利用的好時機 記者是會中這裡報導